感谢大家购买荷尔斯药品冷藏盒 在此我们收到以后有主机一台 冷藏背包一个 车充一个 线充一个 还有一块电池是在机器里面已经装好了 好 下面我们进行开机操作 第一步长按开机键 机器就可以正常的工作 设置温度 直接按加减号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按加号是增加 按减号是减少 还有一个设置按键是用来设置时间 短按一下到始终时间 按加减号来调整 再按一下到达分钟时间 按加减号来进行调整 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按任意键来推出 机器现在就已经在正常的工作 下面我们来给冷藏口来充电 首先拿出充电器 插在我们的电源上 另外一头我们插在机器的快充充电接口就可以了 好充电完毕 看一下我们的电池指示符号 现在正在我们给机器进行充电 那如果我们在不使用的时候 或者说是准备长期插电 我们需要把内置电池去掉 现在我们进行关机 打开后盖 好 拿掉那只电池 你可以在手上轻轻地拍一下就下来了 好 打掉我们的电池 盖上后盖就可以了 那我们冷藏盒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手机的USB来进行充电 我们拿出我们手机的充电器 插在电源上 另外一头 我们来放在USB的切口 好 现在进行开机使用就可以了